全新黑色雙層巴士 設備新營 上頭一個個精緻的餐桌 和美味可口的餐點 跟尋常的雙層巴士不同 這是台北市政府打造的 全台第一個雙層餐車 在過去的五年當中 關巴已經為台北市 已經奠定了相當不錯的基礎 現在等於是2.0版 我們現在在推動的 台北無微牆博物館 整個城市都是我的博物館 都可以在車上來跟市民朋友 來跟搭乘者來做介紹 有別於一般觀光巴士 這台全黑的雙層餐車 不僅帶遊客欣賞台北美景之外 更直接把飯店的美食搬上了車 不過大家也很好奇 遇到顛簸路段 會不會出現送餐困難 我們的車有那種 降低底盤的時候 它的速度同時會降到 只有時速20到時速40公里的速度 其實在行駛上 然後行進間 在運送餐點上都是沒有問題的 雙層觀光巴士受到國際疫情的影響 許多的外國觀光客 無法到台北來旅遊 因此觀光巴士的業績 和全盛時期相比下滑了許多 但觀傳區局長和巴士營運長都相當看好 意後人潮回流 其實雙層觀光巴士搭乘的人數 我想並沒有所謂的急劇的減少 那雖然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國際觀光客搭乘人數比較少沒有錯 但是我們在這個國旅盛行的時候 還是有推出很多優惠的方案 那我們預期它在國內旅客 以及國外觀光客如果入台的話 它的回收的速度 會比紅色的車希望會來得快 國內疫情趨緩 台北市積極推動觀光產業的復興 這一次花費大約600萬元 打造全台唯一的雙層餐車 每天僅限三個用餐時段 要讓遊客享受視覺與味覺的雙重饗宴 人間衛視陳明廷 陳奕萱 台北採訪報導